哎呀刚做完系统哇塞这楼的地下室可真冷啊 这是那个邻居有一个笔记本开不开机了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我给他重装个系统正好是一个小区要是挂成外地的还装不了 哎呀总餐等完了这这这这地下室真冷啊地下室冻了这手脚都冰凉 哎呦赶快给他送过去吧 今天最近这几天天气虽然冷但是这几天的天阳光都非常的好 阳光明媚尤其在那个阳坛这哇塞还热了感觉跟夏天是晒了 哎呀没鸡蛋了下来买点鸡蛋 现在这个我差不多也不知道是多少钱没问多少钱一斤 反正买了20块钱了 哎呀这个物资吧反正倒是不缺没那么紧张吧 反正相对来说比之前疫情之前要紧张点吧 哎呀不一样啊 哎呦现在也出不了门了只能在家里玩了 最近呢在1月8号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突破了4万 那一天呢 那一天呢有一个小幅度的回落 回落到3万9千多美金的时候 然后又涨上去了 1月8号的时候距离2万美金突破3万美金 用了17天 3万美金突破4万美金 涨到4万美金 突破4万美金用了6天大概就是 这灰度资产公司 好像看新闻上说 已经出售了出售了一部分他手里边的数字加密货币 我感觉这个价格越高风险应该是成倍的上涨 今天这价格今天ETC以太经典上涨30% 以太一提是今天上涨了10%好像 现在是8500 比特币这两天价格还是比较平稳 突破4万以后就是4万出头吧 现在就是26万25万人民币 就在这之间没有什么变化 哎呀 这也是最近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了 现在这个从1月3号发现在石家庄和南宫市发现2例3例感染者 然后经过这现在的核酸检测现在排除 现在发现的感染者已经有将近400人了差不多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感染者 有一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 有一部分是确诊的 哎呀我也搞不清楚这中间的概念 到底是个啥意思 就这吧 还有一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 今天一天又结束了 哎呀 今年这个冬天 以往前十年估计都没有这么冷过 都在零下十五 有地方到零下二十度了 由于今天冬天比较冷 好多好多住户的那个家里边水管都冻了 导致这个架上没水 有些水管都冻裂了 哎呀 光修的修了修了好几天 哎呀 因为前几年这个天气就没有这么冷过 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在意注意这个事 但是今年这个冬天这个天气突然间变得这么冷 可能管道受不了这种温度吧 有了都冻裂了 反正是也是小区里边还有有好几石户 都是反映这个情况 这几天气温回暖 我看了应该管道应该是修好了 哎呀 没水 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又不能出门 确实生活就 带来很大不便呀 参与点 也 decorations